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从墙壁或者是天花板传出了咚咚的声响 让人听了真的是毛骨悚然 有点像是恐怖电影的情节 有时候只有短短几声 有时候这个恐怖的声音却长达好几个小时 让人睡都睡不着 这样的声音还容易造成邻居之间的误会 以为楼上是有小孩在玩弹珠 在香港就曾经发生过 有人因为受不了楼上 不断传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声音 认为是对方故意的发出声音来扰乱作息 奋而持刀砍杀邻居 造成了被害人身受重伤 因为人认为这个声音 应该是从水管里头传出来的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声响呢 在今天节目当中 热线追踪要带大家 尝试着从科学的角度来解密 半夜三更夜来人静 一片寂静声中 隐约从墙壁里 突然传出咚咚声响 不觉于耳 让人毛骨悚然 仿佛电影今生尖叫的情节 出现在真实世界中 有时只有短短几声 有时声响 持续长达好几个小时 让人联想 是不是从不知名的空间 传来的莫名频率 使人不寒而栗 甚至干扰睡眠 大概都凌晨半月那时候 是在一两点至三点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很静 所以有些什么声音都听得到 然后有时候会在睡觉 感觉好像听到脚步声会害怕 可是在细细听 没有 然后看也没有看到人 好像是有那个空间那种感觉 好像人家体重很壮的那一种人 然后走路声音就这样 动动动这样 然后它是很慢 就动动动这样 但是至于听也不像人家在敲 拿榔头在敲东西都不是 半夜奇怪的声音特别容易让人心惊胆跳 有时奇怪的声音不只出现在半夜 出现的频率甚至更高 有人每天早上醒来都会发现 从墙壁另一头传来莫名的声响 有时是咚咚作响 有时又像是弹珠声 或是像隔着一道天花板 仿佛有人不断来回舵步 只是传出来的声音确实难以想象 为什么邻居半夜会有这样奇怪的举止 感觉有脚步声 然后有时候是好像有 类似扣子那样掉下去 这样 事实上楼上是没来 因为有时候是过年 人家楼上回去 我们根本就确定它是回去了 然后怎么会有声音 就像那个弹珠 还是扣子掉下去 还会连细这样 有时候蛮小声的 实际上是没人 有时候像我们在睡觉 可能地铃比较轻 睡觉晚上会比较近 然后睡觉会感觉 好像有那个脚步声 但是那个脚步声 就有点像类似那种空气 一种压迫感 然后它就这样子 啵啵啵 然后那很小声 我们结果 有时候我会醒来看 看有没有人 结果还是没有人 对啊 这样会影响到就是 睡眠 有时候会 会啦 不过我后来我就 阿弥陀佛念一念 然后就睡着了 对 不然就棉被跟着盖起来 许多人都曾经有在半夜 被莫名声响干扰的经验 却怎么也找不出声音来源 到底来自哪里 艺人情味也曾经多次 被天花板上的声响所干扰 一度还以为是楼上邻居的小朋友 为什么深夜不睡觉 沉迷于把玩弹珠 还影响邻居安宁 结果上楼询问 得到的答案 更让人困惑 先生 不好意思 你们楼上有那个弹珠滑动的声音 是有小朋友还是怎么样 没有 我们家里没有小朋友 没有小朋友 一般我们的反应 大概就是从几个角度想 第一个可能是动物类的 像壁虎 壁虎 这种声音 或者说楼上玩弹珠 甚至有讲说 客桌椅 或是桌子的那个热胀人说 因为天气冷它会移动 甚至有所谓的 什么空气气暴 不要砰窗户这样子 那这些 当然也有可能 楼上真的有人在搬东西 但是呢 根据我们做的研究的结果 这些的大部分都是人自己想的 实际拿弹珠来做实验 从楼上弹出的弹珠声 在楼下听起来 声音比较清脆 并不像是目击者形容的 较为厚重的咚咚作响声 另外小朋友也不太可能 在半夜玩弹珠 因此这声音来源 到底来自哪里 再度画上一个问号 楼上真的玩弹珠 我们现在的房子 已经跟以前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是钢筋水泥 隔了好几层 如果你隔着水泥隔着钢筋 玩弹珠 楼下听了 到那儿多大的弹珠 那我们再反回想 就是921期间 很多人被埋在 那个 断圆残壁底下 那它敲的时候 怎么没有人听见 所以其实不是很容易 隔着这些东西听到的 隔地板传出的灌声音 排除掉弹珠传出的声响 到底还可能是 什么原因造成的噪音扰人 这不知名声响 更容易造成 邻居间彼此产生 嫌隙与误会 甚至引发社会案件 香港就曾经发生过 有人因为受不了楼上 不断传出莫名的声响 认为是对方 罚出的声音 严重干扰作息 愤而迟到砍杀领居 造成被害人身受肿伤 有一次是我们住这边 然后想说是楼上的声音 结果隔壁是 以为是我们的声音 隔壁问我们说 那你们半夜不睡觉 在干什么 我说没有 我们小孩子要读书 要上课 哪有可能不睡觉 半夜那个声音那么大 不是你们吗 我说不是 可是我也有听到 但是我就不知道哪一家 对啊 但是问一问都不知道 只是很多人有听到这个声音 莫名的声响 却怎么样都找不出声音的来源 甚至因此引发邻居之间 发生严重冲突 有时候这莫名的声音 又像有人半夜不睡觉 在拿榔头盯东西的声音 再度引发邻居间离此不回 那个榔头这样 在盯东西 可是 实在的半夜没有人在盯 他想说奇怪为什么 因为他以为 我老公他是做那个装潢的 他以为我们家在盯东西 我说不好意思 我不要引起工费 我才不要 还有可能半夜在那边盯啊 对啊 我说你们不睡觉 我们也要睡觉 在所有的假设 找不到答案的前提下 还有人猜测 可能是动物发出了声音 或者指向 白蚁长期注食 装潢与家具 木头产生缝隙所发出的摩擦声响 甚至是房子老旧 管线腐蚀所产生的声音 因为水管被腐蚀了 其实你房子只要超过20年 那水管管线 尤其像有一些温泉区 那我们也听过 我们到北投天母那一带的 那居住的朋友说 哎呦 那个旅馆饭点 那个电视自己打开 其实不是灵异现象 因为它的那个电锈打电 那它的管线就是出了问题 因为硫磺侵蚀的关系 到底谁是制造家中 灌声音的元凶 除了楼地板传出不明声响 还有人指正利利 半夜中水管也会发出灌声 但却不像是洗澡时 所使用的大量水柱 发出的声音 像是少量的水流声 只是让人想不透 怎么会有人在半夜 用少量的水来灌洗身体 半夜就感觉有那个水声 不像人家洗澡是大量的水 它是那个水的声音是小小声的 对 因为我们洗手会 有时候会开比较大的围用 它就是感觉会有那个水的声音落下来 慢慢的流 旧的房子人家都会怕吵到隔壁临机 就大概都十一点多 就比较不会用到水了 对 所以那十一天讲不像这个吗? 不像人家在洗手洗澡还是洗衣服 那一些都不是 少量水流的滴答声让人百思不解 尤其是大楼二楼的水管 特别容易出现奇怪的水流声 最主要二楼就是水管 上面的水管下来都集会在二楼 所以二楼它一方面会比较容易堵塞 二楼面会比较有声音 有一种说法是二三十年的老公寓 墙壁 楼地板 甚至是水管 特别容易在深夜发出不明声响 不过就资深水电工的经验来看 一般的进水管通常是满水状态 并不会发出声音 反而是排水管和化粪管 平常不是处于满水状态 当里头产生空气 就容易产生不明的流水声 一般的水管都是 有一个公用管 各层楼都接到这个公用管 如果说你上面在用 底下也会影响到有声音 我们一般排水都不是满水的 都是这个管的一半水 或是一点点水 所以它有空气在里面 会有一点水流的声音 所以一般的话 晚上比较静的话 声音特别明显 另一种说法是 新的大楼滑下 水管比较容易在半夜 传出奇怪的水流声音 主要是因为新的大楼 使用的是U型水管 当用户正在使用水时 是处于满水状态 并不会发出声音 但是就在水管进水前 到进水的这个过程中 就会产生空气的共鸣声 排水管大部分 都是做那一种叫做 漏斗型的 它一方面是防凑 防凑的话 它做一个U型的 U型的排管 不是像我们以前 那个工艺房子说 直接弯头直接排掉的 所以说你做一个U型 然后上面的管再排出去 这一个空间你随下来 它接触到这个U型的 这个地方 会发出比较大的声音 如果说你直接 弯管这样直接排出去的话 声音就很小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建商都是 为了说不会有错位 排水管不会冒出错位 所以它就做一个U型管 水你流下来 这边的水它会保留一些水 后面的空气不会上来 所以它就不错 这一个影响会影响到声音 你水下来直接接触 那是一个U型的 会摟摟摟摟这种声音 所以说晚上会听到排水的声音 就是大部分是这一个 发出来的声音 如果是水管发出的声响 已经找到答案 那么楼底板发出的咚咚声音 到底来自哪里 仍然未解 由于太过悬疑 还容易让人猜测 是不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声音 甚至可能是领域现象 到底真相如何 有待科学解答 家里头半夜传出这种怪怪的声响 任谁听了 真的都是睡觉睡不安稳 这时候有人就怀疑了 是不是家里头闹鬼 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拜拜 不过拜拜到底要拜谁呢 有一个相当特别的神明 叫做地基主 他是来负责守护住宅的 我们休息一下